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家人特别喜欢吃螺丝 所以昨天又买了一些螺丝回来 这种大螺丝有很多种吃法 今天我们要换一种不一样的吃法 上次我做的牙齿螺丝 大家火一会就火了 这一次我做这个田螺 要把这个壳刷得非常干净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用到这个壳 我们再用热水把它洗一次 尽量把它这个可洗干净 先把洗好的螺丝 到这个锅里面把它煮开 好了 煮开了 现在来把这个螺丝捞出来 然后泡到凉水里面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螺丝的肉全部给淀出来 然后把这个螺丝壳洗干净 然后沥干水放到碗里面 因为这个季节的螺丝 它里面有很多小小的螺丝 所以后面这一节基本上是不吃的 就把这个螺丝的肉放到另一个碗 或订出什么样子 把这个螺丝捞好 然后把这个银子也放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螺丝捞好 我把这个螺丝捞到 就是那个螺丝的这个银子 我把这个银子也放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螺丝捞好 有什么样子 这也不太好 如果要我们来 我们要来 这点银子 不然 我们在一起 我们去的银子 那边 我们要去银子 我们在一起 我们现在往这个螺丝露里面 加一点糯米粉 加入盐 然后倒入生抽 好了 最后一个筛完了 现在要开始煮这个螺丝 不一样的螺丝 这是刚才煮螺丝的汤 现在往里面放一些姜 把这些粉末捞掉 加入盐 接下来可以把这个螺丝倒进去了 这个重新处理过的螺丝 这个头重焦气 你觉得这个屁股都焦起来了 这个屁股都焦起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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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